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晞 我是阿晞 我来到嘉义了 今天要带你们去梅山香 这次的影片会分为两集 一集就是梅山公园 算是嘉义很有名的赏梅景点 而另一个就是太平云梯 我们先搭公车到梅山去啰 當你從嘉義車站走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先過馬路 過馬路之後接下來我們往右轉 很快你就會看到公車站了 我們簡單看一下7304的路線圖 我們在嘉義火車站 直接搭到終點站梅山 它的班次不會很少 我會把時刻表附在說明欄 你們可以去參考喔 除了7304之外呢 你也可以搭乘7323 它也可以到梅山 總之你看到哪一台近站 你就上車喔 我終於到梅山了 車程比我預計中還要久啊 大約花了80分鐘 車資76元 如果你要去太平雲堤 你就在原地轉乘107公車 梅山公園就在附近而已 走過去就到囉 我教你怎麼走到梅山公園 前面是梅山公車站 也就是我們下車的地方 我們要往這個方向 前面那一條是中山路 然後我們左轉 走過來你會看到一家全家便利潮沙 它的對面有一條小路 走進去你就可以看到梅山公園了 這裡就是梅山公園的入口了 是不是很簡單 走過來一兩分鐘就到了 其實我在早些時候 就要來梅山公園拍梅花了 只是今年的梅花開得太慢了 直到一月底才盛開 如果你是開車來的話 梅山公園這裡就有一座很大的停車場 從梅山公園的導覽圖 我們可以知道其實公園沒有很小 梅花主要是集中在這一邊 你還可以看到還有蠻多景觀 可以讓我們去走 總之呢 我今天就帶你們走一圈 近期因為疫情升溫的關係 全程我就戴口罩講話囉 一走進來就看到蠻多攤販的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前面 就是梅花滿滿的 我以為到梅花區要走一段路 沒想到在入口附近而已 我們先看梅花吧 我們走這一條階梯上去 上面的視野應該會比較好 果然走上來是對的 你可以看到整片都是梅花 不是只有這一區而已喔 那邊的山坡都是梅花 還有我剛才有聽到在地人聊天 他們說上個禮拜花都沒什麼開 這個禮拜就爆開了 所以要看花的人趕快來 建立的不我 沒有應該就是 我會送他們 像她們沒有些怪獸 都很尊重 我會送他們 謝謝你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帶他去 超級距離 在地區 您可以 梅山公園種了三千多棵的梅樹 走到哪裡一定都有梅花 入口處那邊遊客最多 如果你想要拍到比較好的照片 你可以往裡面走一點 人比較少 以目前的花礦已經開了七八成 甚至滿開的狀態 到梅山公園不要在同一個地方待太久 不然你會錯過很多很好取景的場所 像這個地方是不是很漂亮 下大雨了 我們到前面的觀景台躲雨 那個觀景台是梅山公園的制高點 那邊的視野很不錯 天氣好的話可以遠眺高山 其中就是太平山 我事不曉得看不看得見太平雲梯 有沒有在地人跟我講一下 現在下起大雨雖然討厭 不過這是好事 由於南部長久的乾旱 導致今年的梅花開很晚 延遲到一月底才開 原本梅花都是一月初一月中旬 就會開得很漂亮了 這艙雨我已經等很久了 看來不會馬上結束 我就撐傘到其他地方逛囉 我已經走到梅山公園的另一頭了 還是看得到梅花 所到之處都有梅花可以看 我們去走一下空中走廊 當你走在梅山公園的時候 你時常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石碑 上面會有當代以及古代迷人的詩詞 你可以看一下喔 好煩喔 雨又變大了 這個地方叫做新梅樹屋平台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風箱吧 現在我走到梅山公園另一個出入口 我們先回到大門口的停車場吧 我來到第二大門入口 如果你是開車或者是跟團搭遊覽車 你都會從這個入口進去 然後這一排會有很多的在地小農擺攤 只是今天下雨應該都撤掉了吧 上個禮拜我看網路的圖片啦 這裡滿滿都是遊客 應該是假日 第二入口處的梅樹都開始長葉子了 所以目前盛開的梅花是在第一入口處 最後我們重溫一下 今天我是從第一大門入口上去 那邊的梅花盛開當中 第二大門入口這裡的梅樹 都開始長葉子了 然後我繞了一圈 從第三大門入口出來 今天梅山公園的賞梅之旅就到這裡結束囉 梅花的花旗並不持久 所以想要看梅花的人趕快來 頂多支撐個一到兩個禮拜 就慢慢掉光了 下一集會帶你到梅山的太平雲梯 敬請期待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